这个事情传遍了整个混蛋光链 你要先学会打底你才会先学会穿衣 其实衣服布料都是一样的 但为什么有些人做的好 就是因为它是打的好 古早的时候我第一次出国去海外 然后呢所有人都去买东西 他们都笑惨了 说你怎么买那么多的那个内搭 到现在来的笑我 所有人都惊呆了 惊过吧 说内搭很重要 领子高的领子矮的 然后布料厚的布料薄的 垂的布垂的 它有那个小背心的 然后有平的 有那个V的 然后有松的有紧的 就是你看你要搭出什么风格 套不同的衣服它有不同的感觉 所以大体非常重要 你们要先学会打底 才会先学会穿衣 也是我优胜利太 留下来的错误 很百搭很实穿那些东西 就是厚的薄的 真的真的就是我买出来的经验 发现现代人才慢慢开始觉得 内搭重要的衣服就直接这么穿上去 其实衣服布料都是一样的 但为什么有些人做的好 就是因为它打板式打的好 剪裁非常的重要 因为比如说这件衣服它剪裁 同样是它没有垫肩的 但是它剪裁剪的好 所以它只正好落在你的肩的 最宽的那个位置 它会防你的肩凸出来 但它稍微长一点 或者稍微再短一点 它都不好看 衣服最重要的是选择你的布料 第二就是打板式 就这两点最重要 同样一个布料 然后不同的打板式打出来 完全两个衣服 这个领子很容易显得 这个衣服价格不高 对 但其实是板型的问题 嗯 衣服有时候一穿 它就容易往前 对 我为什么不容易吃 但是它布料是没问题的吗 这个布料也有点问题的 因为它过于太绵了 太绵之后它容易洗变形 买T恤不能买棉太多的 买棉太多的 它没有弹力 它就很容易变形 这真的是大腰肉 觉得想去贴身 就要穿棉了 因为棉能出不住 但它这个就不是 你看它这个就弹力比较大 这个衣服好的点是什么呢 它就显瘦 因为它垂修身贴素 然后就是如果你要穿松弛感的 然后显瘦的这种T恤的话 就要买一种稍微大一点的 然后它的落肩要落在这个地方呢 它穿上去就会很有那种松弛感 你随意 能做一批SAM老师的货吗 可以 选好穿 然后耐穿的白体 有人期待吗 期待挺多艺 这个flag太定下了 哈哈 让它看一下什么时候能搞出来 好 我今天就是出来吃了个饭 一整个吃饭的时候 没有补妆 没有吸油 我脸上没有油 为什么呢 因为我用了那个鸡血草的精华 因为我整个流程是这样子的 就我现在在那个饰品阶段嘛 我是一个大油皮 所以呢 我很怕那种很油很滋润的东西 先用了自然糖的那个喷雾 然后再用了自然糖的那个精华 然后再用了鸡血草的精华油 我到现在都没有补妆 我现在你看 很真实的状态 我吃饭吃的那个口红都没了 我也没有补 我也没有油 混油 大油都OK 那个 因为它不油 而且今天天气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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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